1945年7月1日,著名学者傅思年作为国民政府特别代表,称专机赴延安,与共产党共商两党合作事宜。 此次延安之行,使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。 他认为所谓革命圣地的延安纯粹是专制于民,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,所谓的平等也只是假象,特权无处不在。 在和毛泽东交流的过程中,他发现毛泽东这个人热衷于各种民间小说和演义,毛正是通过这些小说研究民众心理并加以利用,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门面而已,因此傅思年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不过是宋江之流。